哇 好香啊 首先我们来泡发几个干香菇 接着我们来处理五花肉 这五花肉呢三为七瘦 它吃起来口感是最好的 用这个玻璃碗给它打成肉末 把肉搅成这样子就可以了 不需要搅得太碎 然后我们来调一下味 加入盐 少许白糖 一小勺胡椒粉 两勺生抽 一勺蚝油 多一点的淀粉 最后再来一勺食用油 然后先给它搅匀一下 最后再摔打上镜 大概搅个五分钟 搅到这个肉末能拉丝的状态 我们就来加入剁碎的香菇 跟马蹄胡萝卜 再次给它搅匀 全部搅匀了之后呢 再摔它七七四十九下 给它摔上镜 最后再给它团成一个大丸子 像这样的大小就可以了 接着我们就开始来炸肉碗 油温六成热的时候放下来炸 炸的时候呢我们保持中火来炸 然后轻轻翻动一下 炸到表面金黄就可以捞出来 我们再重新拿一个砂锅 底下放上一些辅助 然后把炸好的丸子给它放进来 再加入两勺红烧酱油 一小勺盐 还有适量开水 盖上盖子调中小火 焖二十分钟 时间到了 我们再勾上一点点薄芡 这个松软多姿的四喜丸子 就做好啦 国庆节就要到了 赶快学起来吧 可以在家人面前小露一手哦 喜欢的朋友赶紧收担起来试一下哦 这里面的腐竹呢 吸满了汤汁 超美味